因为今天是要开始介绍变异术分析 关于变异术分析在许多的科学领域理念 它通常都是用来分析要做实验设计的资料 这个所谓的实验设计 其实我们今天所介绍 异因子变异术分析的这两个例子 都是一个标准的实验设计 这个稍后我会再说 那这里我主要是先跟同学分享 我在这里无意间发现 这个是一位经济学的老师 他的名字就写在这 他自己有开一个算是说是那种商业分析的公司 然后他也有在开很多工作坊 然后他自己也有写一系列的部落格里面 那最近他的部落格是写到了那个跟人工智慧有关系的 这个文章的实验设计我明天也会再讲 我今天先讲它跟统计也是变异术分析有关系的一个部分 这里我分享的这一篇 他提到的这个实验设计可以帮助AI思考 刚好跟我们今天学要学这个变异术分析有很大的关系 它这里有一张简单的图 我觉得可以很一目了然的说明变异术分析跟这个回归 跟线性回归的最大的关系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投影出来的这张图 我就借用它里面的这张图来说 那个左边这一块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变异术分析 就是比较 因为今天这里变异术分析 你们也可以看这个第十二章的标题 就是提到的比较多组平均值 上个礼拜我们学的提检定只能够比较两组 不过如果说需要比较多组平均值的状况 就要用变异术分析 那他所要做的就是这件 就是这个左边这张图的这件事 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 他这边有提到的三大假设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有在其他的统计方法都有看到的三大适用条件 这都在这里 然后右边这个是一条回归线 也就是我们在两三个礼拜前开始进入的线性回归 那现在的就是说不管是现在比较红的这种生成式AI 还是以前就已经大家都有听过的各种AI产品 它的演算核心都是要用的线性回归 但是老实说这些就是单纯的AI领域 他们都知道要去找到这一条回归式 就是如果他们要开发产品 然后他要先帮他的核他的产品的核心演算 他的核心演算法找到他要演算用的那个回归式 但是这个回归式到底要长什么样 需要用左边这个实验来去确定出 那这个是有可能 这个是一开始有可能 最理想到的就是说 刚好就是说 组织间是长这个样 但是也有可能做完实验后 就是像他的这里 我在用他的第二张图 这个是上半部 这个图上到你会想象成说 是一个那个AI工程师 他一开始他觉得这个线性模型 大概就是长这样 但是那个他可能跟一些那个其他领域的专家 合作了一个实验之后 发现应该是下半部的这个样 OK 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变异术分析 主要就是在处理这个左半部的这个事情 好那这里我要跟同学强调 就强调就是说 如果就算是以我们的那个 本科的统计学学好的话 我们我们还 我们是真的还有一些 可以在这个 现在这个比较 比较还在 还在发展中的这个 AI领域 找到一些我们可以贡献的地方 那这里就是我们可以贡献的地方 就是那但是 那因为AI的工程师需要找的是右半部 但是他们需要透过左半部的实验 才能够找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那个 那个很早就放弃同学的同学是很可惜 等于就等于是放弃了一大片的蓝海 OK 好那这是今天的前言 那就是我们就 就是这个 明天我会再说他真正实验 我会借我们的那个实验的专案来 来说明一些更核心的 就是说怎么样去找就是说确认说 如果我们要开发一个产品要怎么找到 用实验找到 找到那个最符合这个产品实料的演算的线性模型 OK 今天就是让大家知道统计的一个最大的贡献是在这里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作业 这个透过今天的作业来学习 好 那我先再延续我的导图 讲一下那个电子书的部分 那其实在这里 我不会那个照着 我我我我我我只会用它的翻例 但不会照着它这它这里的里面的的那个说明去说 好 我们我们今天主要会去了解的是这个独立样本的变异数分析 好这个大致上它这里是用了11.1到6 好 就是这个还有包括那个等级资料的五母数分析 好 它它其实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章节编排 好像我就不大理想 因为它这个Curusco Wallis就其实就是这个五母数版或说等级资料版的单因子变异数分析 好 那我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那作业中我就是这个第一题跟第二大题 就是在让同学学习这个独立样本的变异数分析 不过我是用那个线性模式 等一下我们透过线性模式会发现我们不用走这么多的步骤才可以掌握变异数分析 那单因子它的重复量数的变异数分析也有一个线性模式 虽然长得跟这个独立样本的这个回归线性模式不大相同 但是我们可以用同样的逻辑去理解它们两个方法有什么样的差异 以及它们适用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OK